智慧鱼电共生温室大棚 即养殖数位分身示范基地 系针对鱼电共生量身打造的示范场域 由能源业者、养殖业者 以及学研机构及经济部共同合作 与2020年12月取得同一备案 在2021年2月并网 建设初衷是希望能透过智慧养殖的方式 创造更好的养殖环境与效率 促进传统渔业升级转型 达到渔业、绿能共存共融的目标 养殖物种目前有白虾与石斑鱼 自动化系统的部分 分为自动循环水养殖和自动水质监控 以及水下摄影机监控 水下摄影机监控部分 主要针对生长状况和饲料残留 及病症辨识为主 透过11个水中感测器及水下摄影机 加上各式监测系统 由数位资讯协助辅助 获得更精准的生产管理决策 同时也提升产量与鱼虾存活率 该岸厂之太阳能发电设施覆盖鱼室内养殖余温之屋顶 于2021年2月并网 其装置容量为179.8千瓦 年发电量约为229,694.5度 依据能源局109年度电力排碳系数 每度电约排放0.502公斤之二氧化碳 智慧与电供生温室大棚 既养殖数位分身示范基地的年发电量 即可减少约115.3公吨之二氧化碳 等同于0.3座大岸森林公园的年碳吸附量 20年总计可发电近430万度 约可减少约2158.6公吨之二氧化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